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疑似是因为金钱问题跟家人起冲突 份额或汽油纵火 然后这一把火嫌犯烧死了自己的母亲 妻子还有三个小孩总共八个人 熊熊烈火从轮胎行内不断窜出 火光伴随浓烟直冲天气 还不时传来恐怖的爆炸声象 消防队员紧急不水 现朝着屋内洒水灌旧 铁皮屋外墙被烧得焦黑 现场还不时传来小孩的呼救声 要妈妈来救他 由于店内存放大量轮胎 加上是铁皮建筑以及木质地板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诚信屋主在一楼 发现二儿子拿着汽油桶上楼时 惊觉有意 想跟上去时就发现二楼窜出火蛇 连忙吓得跑出屋外 没想到起火原因一次是小儿子 因为洗碗跟母亲起口角后 竟然去买汽油跑上二楼纵火烧了全家 你说你上面总共有五间房间 他们全部都在里面 你们都在里面 火警发生时家里的八个人 都跑到二楼最角落的小儿子夫妻房间中 但火势猛烈 楼板被烧穿 导致他们都掉落在一楼的平面 惨遭火蛇吞噬 嫌犯烧死的是母亲 姐姐 嫂子和侄子 以及自己的老婆和三个小孩 最小的只有一岁 只因为洗碗起口角而纵火 三代同堂十一口 有八人被烧死 几乎灭门 嫌犯的行为令人发誓 记者和梦前张要新竹八道